這場科的下肢定脈氣臟的治療 我們邀請我們心臟外科的林志遠主任會來上課 各位理事各位先生大家好 我是三種心臟血管外科的林黛瑞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今天人來這麼多 跟大家先介紹一個下肢定脈氣臟的疾病 這個疾病其實是非常的體驗 我想帶大家朋友周圍或是親戚 大概多多少少都有經過這個疾病 今天針對這個治療 來跟大家做一些簡單的說明 人類是唯一有靜脈曲張的動物 為什麼 因為這是人之戰 就是人之力的動物 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 所以血液基本上它會往下止成績 那我們的靜脈系統是負責把血液 從肚子的遠端呼送回來心臟 這個靜脈系統它必須能夠適當的發揮它的功能 當它沒辦法發揮它的功能的時候 血管就會越來越苦 它的瓣膜如果壞掉了 血管越來越苦 它可能就會造成靜脈曲張的問題 所以人類是唯一有靜脈曲張的動物 那靜脈曲張 整個靜脈系統最常見的一個疾病 那原則上我們的疾病大概都會分為是 原發性或是四發性的靜脈曲張 大概有20%的男性跟30%的男性有靜脈曲張 那這指的是比較嚴重的 如果說我們把標準放寬一點 比較輕微的也算在裡面的話 我想比率一定不值 那主要發生是在戴眼靜脈 那小眼靜脈也有可能會發生 那這個是下肢靜脈系統 那下肢靜脈系統最主要 我們分為前部的靜脈跟深部的靜脈 那前部的靜脈大家看自己的腳 大概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前部靜脈就分戴眼靜脈跟小眼靜脈 戴眼靜脈它主要是負責我們下肢 下肢的內側跟前方的靜脈的回流 那小眼靜脈是後側還有外側的靜脈回流 那深部靜脈系統這個我們肉眼是看不到的 如果要去檢查深部靜脈 要必須透過超音波透過血腕射影 那我們今天的疾病主要都是侷限在前部靜脈系統 那深部靜脈系統有它另外的疾病 下肢深部靜脈酸塞 那這種病人它的脚會重 那前部靜脈系統最主要就是我們會看到 看到有這個靜脈骨障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的下肢的靜脈系統 這個深部靜脈跟前部靜脈中間有一些穿通脂 有一些穿通脂 穿通脂有問題的話也一樣會造成問題 那剛才跟大家報告過 我們下肢的靜脈系統是負責把血液從遠端出送回來形象 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 它並沒辦法說能夠很順利 必須要能夠對抗地心引力 那我們靜脈系統怎麼去對抗地心引力呢 就是我們靜脈系統裡面都有這個磐膜 那個水是往低處流 大家都知道地心引力的關係 所以血一定會往身體的下肢去沉積 這個時候磐膜就可以發揮抗抵抗的力量 所以我們的靜脈磐膜如果失去功能 血就會激在下肢 但如果我們靜脈磐膜能夠很好的發揮它的作用的話 每次我們肌肉一收縮 靜脈的血往心臟靠近一點 再讓磐膜能夠閉合得很好 就不會有這個靜脈骨障的情況發生 那這個是我們用這個血管鏡來看 可以發現如果我們的靜脈系統的磐膜壞掉的話 它這個門就沒辦法關得緊 所以就會激在下肢 那像這靜脈曲張 剛才跟大家講 當然靜脈最主要是負責引流我們這個下肢的內側 還有前方的靜脈系統 當然靜脈系統這個就很明顯 所以靜脈曲張基本上是用看著就可以整個 一看就是很明顯靜脈都很古 那小癮的靜脈就是下肢的後方的外側 那當然還有一些穿動字 剛才講過身部跟前部靜脈之間會有一些穿動字 那為什麼會形成下肢靜脈曲張 確切的原因不是很清楚 剛才跟大家講說是因為重力的關係 但是一樣每個人都這樣每天站 為什麼有人就會靜脈曲張 有人不會 所以就以他疾病的生理學來講 現在正正造成的原因不是很清楚 知道說 這個可能跟這個地球的重力有關 但是基本上 好